是 回來了 好 我們現在去第二節 停一停 有些只是高中 或者是在讀大言 當時我知道他們已經在商討著 已經在煲底有幾個手足 已經有心理準備做死事 準備衝進立法會 其實我們真的很想說 我們不想做到這樣 我們不是有個計劃 我們不是羞恥的暴徒 我們不是IN 我們是找不到任何的方法 去令政府正面面對我們二百萬人的民意 我很不明白的是 為什麼三塊玻璃 只不過一個立法會裡面全部都是死物 我們沒有傷害過任何人 他們可以這麼大反應 但是我們有三個同行者 已經直接犧牲了他們的真命 他們不是有自殘傾向 他們不是賭錢輸了 炒股輸了 然後還錢就是跳樓的 他們只是以死相間 以死明智 他們處境是絕望到沒有任何的方法 令到他們覺得有希望 殺死他們的不是跳下來的那層樓 不是那個高度 而是這個政權 我們根本就不想走到這一步 坦白說 大家都是人 有哪一個想三十幾度 有工不上 有書不讀 放假誰不想陪下家人陪下另一半 為何我們要日以繼夜抗日持久 不斷不斷不斷地走上街頭 佔路佔領 衝擊 為何我們要不斷地在抗爭裡面進化 為何不想做一個安安樂樂的人 我也有一篇聲明 都很簡短的 想回應4點 特首林鄭月娥開的記者會 而我們的香港母親 對於今天我們用這麼激進的方式 進入立法會 我們僅此向全香港所有的自民道歉 很對不起 但是我們別無他選 我們不知道用什麼的方式 可以換來政府正面回應民主 一百萬人的和平遊行 二百萬人的和平遊行 換來的只是一篇新聞柱的暫門宣言 和媽媽你的真誠道歉 一個、兩個、三個同行者的性命 令到香港人的心非同和平 香港人跟你一樣 對事件的走向傷心震驚 但是我們無路可逃 你說過你是香港人的母親 但是我們在你身上 沒有辦法感覺到 從來都沒有感覺到任何的溫暖 今天闖入立法會裡面的疑慮 我們深知到所有的行為必然違法 而且一定會遭到追究甚至生命危險 但是為了這個家的未來 我們已無反顧向前走 目的並不是以武力揭迫你退讓 只是希望向你表達當初卑微的訴求 撤回修例、收回暴動定義 撤消至今所有反送中抗爭者的控罪 追究警隊濫權的情況 以及以行政命令解散立法會 實行雙普選 我們很抱怯立法會搗亂了 但是我們不是暴徒 而是一群熱愛香港 不忍心見到香港墮落的香港人 希望你見兩張撕裂的家婆境重圓 未來我們希望可以一起同行 reconnect 可以嗎? 我們是立法會其中一個的香港人 第二節回來 很感謝Jack、Tammy、Marco和Alpha的超級留言 看到其實都很感動 我一邊剪這段片 一邊哭 剛才我已經搞錯了一點 就是何韻才是這一節 最後他會說的 我也想問一下 你們啊 這麼多人圍著一個女人 在630撐警大集會 這麼多的暴徒阿叔 三番四次 不止是幾次 十次八次 包括有些在黃國天橋 中環那邊 去到那邊 圍著一些派單張的女生 又飛奶又渣球 那些又怎樣 又打人那些又怎樣 看不到嗎? 支持你理念那些壞事 看不到嗎? 你看看我們就很刺平 我們看到我們這邊 這不是的 有些片播出來 我們都會照說 不像你們說都不說 正日含隔診 祖利安都說 為何這些人總會覺得 平時市民上街收錢呢? 是呀 剛才提到一個點 其實是一種投射 一種心理投射 你的藍絲 或者剛才我們見到的 阿嬸阿伯那些 因為他們自己真的 收過一些 可能是WhatsApp 這些宣傳 是說 如果你找誰去登記 總之我那天 我的店頭 我去撐黑警 也好什麼都好 那我就會有多少錢 而他們真的收到 於是 有這樣的經驗之後 他們就會 投射了 所以他們會覺得 所有其他的對家 就是追求民主自由的香港人 都是因為收了錢而出來 因為他們自己感受過 他們自己收過這些錢 嗯 那我叫Tom 寫了七個字 來形容這位大媽潑虎 就說 波小 腰粗 沒有人砌 事實的 你不要這樣寫出來 說真的 他的波不算小 我很公道 我真的很公道 這位潑虎的波不算小 我想說一下 剛才那位男生 他說給香港母親的聲明 其實我想跟香港人 包括示威的年輕人說 不用道歉這麼多事情 就趴街 這個立法會根本是含家產 屌你老母 自從這個雙普選沒有了之後 以我們現代文明人的定義 這個政權這個立法會根本是非法的 你要有這樣的態度 屌你老母 兩百萬人不是卑微訴求 你老母 兩百萬人走出來 已經可以宣佈這個政府 臭屌你老母 你要重選這個重組政府 臭屌你老母 不要經常在這裡道歉這麼多事情 現在香港人很清楚的 我知道 當然他們仍然是有什麼協救心 其實我們不是想這樣 但慢慢慢慢 香港人明白事理 屌你老母 老婆 立法會 DQ 喂 DQ 我要選一個議員 老人 更要要尊重這個立法會 屌屌 還有確認輸 老婆 那些屌屌 當然 現在來到這個尾 大家無謂互說 老婆 林鄭一上台 老婆 跟林鄭講 要有什麼 大和解 撐家屌 這條老婆 搞那屌屌屌 搞那屌屌屌 包括公民黨、民主黨、交協的活動 找他做主例、嘉賓 現在我費同計這條數 大家大問題來搞清楚 這個政權是違法的 是違憲的 應該是要取締的 打硬他有什麼問題 如果在其他國家的話 其他國家就會看憲法 就會看這些領導人 他在做的事或他在推行的政策 是不是抵觸我們叫做 什麼叫憲法就是法律之中的法律 其實是最底線的法律 那是不可以隨便改的 亦都不可以隨便遵守 但是很明顯 尤其是這十年 我們看到那種明目張膽法 雖然我們沒有憲法 我們有所謂的基本法 但是最嚴重的那件事 是在最最後的 你們人爭取不定的時候 共產黨走出來 他就說他有最終的解釋權 這個就是所有問題 那個癥結就是 問題就是在共產黨那裡 你看一下有這麼多年輕人 為什麼有這麼多年輕人出來 因為未來社會是他的主人翁 他有幾十年要捱 你想不想你下一代 這幾十年第一公屋 你單身的 你等到四、五十歲了 人生都過了一大半了 好了 之前那四、五十年 你住什麼 要住劏房 五千元的劏房 在尖沙咀 是一隻窗都沒有的 甚至要住太空倉 三、四千元 第一個鎖架給你擺東西 換衣服你都沒有地方 幾十個人等一個廁所 環境非常惡劣 甚至你一進廁所 你那些療壓味、糞味 可能公家的人就沒有那麼愛惜的 是很難臭 好像公廁那樣臭 你想像不到 因為我試去探朋友 你想像不到 我真的想逗留三分鐘 但當然不會說出口 但我心想你們是怎樣住的 大家是想像不到的 你這幫上岸的藍絲 你這幫上岸的譚詠倫和中產 而你賺的錢 是下一代應該賺的錢 因為你透過高地價政策 去神組透支 賺下兩代、下三代的錢 你透過炒股、炒樓 不是你做甚麼實業、做甚麼本事 是瘋狂、租金、賺下幾代的錢 不是你比他們厲害 不是你給他們勤力 其實他們給你聰明 甚至很多是很勤力 一路讀書、一路捱 然後還要出來抗爭 你猜不想打遊戲嗎 不想溝下女兒、不想玩嗎 現在他們是因為知道 他們沒有前途、沒有希望、沒有曙光 你不出來不要緊 其實你本身有責任要保護下一代 你本身有責任給下一代 公平的環境成長 你給不到不要緊 但你不要打壓他們 抹黑他們 然後說他們收錢 你看看爹地姐 看是葉德閒 看不看得到 剛剛那個年輕人是怎樣說的 如果你聽完這位年輕人這樣說 然後你這幫大人 甚至老人家要繼續去抹黑 你們下一代、下一代 你們枉為人 最糟糕的事情是 這幫這麼喜歡去罵年輕人的 這幫人 他們自己本身在享受的是以前港英時代 是港英時代 其實昨天我跟朋友說過也是 英國人原本是不需要做那麼多事情的 他不需要九年免費教育給你 他不需要說給居屋、公屋等政策給你 原本不需要是植民地而已 是否有夾水算 但是他做了很多事情 他們是享受足所有的福利 在港英時代 賺到盆滿、撥滿 現在的人在港共政權被剝削 他就叫人不要反抗 記忍自私 確實 年輕人出生的年代 我們跟他說以前應該有什麼 他不知道 因為他還沒出生 但是他一睜大眼 一有意識看到世界是這樣 他就覺得世界是地獄 你們原來以前是這樣的 適人好過適智成功要靠腹幹 或者自己睜大腹被人幹 都未必會成功 都未必賺到錢 全部用金錢來量度社會的標準 根本就是一個世代戰爭 是一個老人家去擔食這些年輕人的肉 而去苟然殘存的一個情況 你們有分析人血饅頭 很多大約的網民 看到香港都暴徒說不想再來香港 當然好 你老母 我想這樣說 Like 三個字 Just do it 你每次都說不來香港 每次繼續越來越多 甚至每天有百五個 我們又看看片 有一個人真的要屁股 法治在我們身上 我們的手迫不去破壞法治 所以我亦都說得很清楚 說完之後記者當然有挑機 是不是就是說恐嚇法官 這些廢柔的說話 這些記者根本是連下九流都不如 我很生氣這些人 問了一些問題 第一沒有腦 第二可能有腦 但是就是在那裡 就是整個腦都是蟲來的 搞報業的傳媒 他其實傳播病毒 自從這個蘋果出現之後 香港的那個傳媒的質素 每放月下 今時今日 好仔不當記者 好仔不當黃梅 可能是這樣 你能幹嗎 你別吵呀 你別吵呀 我是新人 你知道嗎 你放下一個手 救出又要開機 那 你幹甚麼要去 新情人 你有此理 屈結了沉浩成的這麼久 我們不用去咪鬥,要不要去咪鬥 記者來的嘛,傻的叫電台嗎 給點吉祥嘛,大佬,建制法就那位契弟 我們去那邊,去那邊 因為不需要等他們 回到自己做我們的位子 在這邊,在這邊,其實不需要等 不要叫我不要吵,叫他們不要吵就行 你站在自己的位子,大佬,巴掌過來 他們不會遭你的 你清了個床給我們才行 那你走啦 你叫這個 你不要採訪啊 你不要給人採訪,應該說 不要說我們不要採訪 你不要給人採訪 應該說,不要說我們不要採訪 你在這兒等啊 你誰啊 不好意思啊 我說到這麼大聲 你喜歡等你,在這兒等我走啊 你喜歡等,PICO 你喜歡等,PICO 一起走,在那裡走 我懷疑有個精神病人 你看都不知道他在哪個居住 他的樣子,頭髮就很凌亂 那家裏呢,之前有信耶穌的人 聲稱就拜觀音 這陣子就不見了觀音 他不知故意不認 我擔心他的病情 為何你放棄治療啊 何君堯 為何你夠鐘吃藥 你都不吃藥啊 是不是身邊有人提醒你啊 你見不見過啊 石禮謙也好 謝偉俊啦 陸忠雲啦 黃國健啊 都在旁邊笑咬你啊 你老母,你不用裝瘋啊 不用裝傻啊 你現在像什麼 像流馬車咯 你不用這樣啊 你想要票而已 是不是啊 實實做事 那你就會有票 雖然你的票是來自西環 你上次差點輸 如果不是 大耀廷搞錯了 捧錯了黃浩銘 而不是不捧你卓仁呢 你都輸了 我知道你很窄 想英勇一點 想突圍 想這個 想出位 出位 博出位 不要緊啊 但你可不可以 不要經常瘋了 因為其實我知道 何君要很聰明的 出一張圖 你聰明的人 他怎樣啊 真正宗香港人 很聰明 好了 當被人問 喂 撐警人士和警員 去襲擊記者啊 很多暴力行為啊 你會不會譴責啊 他說會 會會 接著 今天 他接受他的訪問 昨天 他就說 他知道 撐警集會 是有人違法 哇 就是割蓆啦 清界線啦 接著第二句就說 是跟我們集會無關的 因為集會是他申請的嘛 多理你啊 人家出來受你的號召 出來撐警 你跟別人割蓆 跟當年泛民主派 跟黃國革命割蓆 有什麼分別啊 你老婆 這麼想 你便知道他多聰明啊 你老婆 喂 你這班人 我叫你出來幫我抬拳 你出來搞屍棍 搞到我啊 沒有臉 隨時失票啊 上面乖我 說你搞集會 還搞集會啊 看著那些人啊 又打記者 警察又不聽話 又阻礙救護車 又駕駛駛妹妹波 幾十個唯一一個 林卓廷來你又打 快必挑機你又打 真人真人就出口 你笨人就出手咯 喂 你搞這麼多屍棍 搞到那些民情都空隆了 七月一號本來就很少人的 林鄭都已經退完了 都整成幾十萬次 一百萬人他出來 七月七有很多些人 屌你連續兩次 被他叫爺 去屌測你之後 他現在就認低威 或清界線咯 你想想你是小丑 真的很笨 笨的地方 因為他找人來 他找人來 他找社團 問題是 他夠不夠實力 你跟社團 都叫他們 先去私密 你夠不夠實力 去控制社團 回到執業 社團人士 收到這樣的邀請 當然是覺得 你這次混蛋了 你要我來支持你 你那些警察 平時拘捕我 我要我來支持你 我不是搞全場 當然是玩了 我不是搞全場 你可以怎樣 是不是 上面說 喂 你何君堯 你不是有鄉市勢力 可能厲害嗎 可能是何君堯 沒有反應實況 我在鄉市委員會 都被人屌到 我不敢出聲 你頭倒倒眼濕濕的 那你就不要出來扮大佬了 搞不定些事情 現在沒有義氣 跟他割席 當然是混蛋了 藍絲敬著他 是他出賣你們 跟他割席 那個人就叫做 打官司 打官司十次 有九次輸 在屯門執業的何君堯 是連在中環擺檔 都沒有資格的何君堯 是自稱律師的 何君堯 他當你是被人套 不過還有 田北俊對他真的好 他就說 因為這條條例 你這筆行政會議 承認要負責 尤其是兩人 一人 去到7月7日當日 昨天都被我放了影片出來 依然是要支持 這條所謂引渡條例的湯家驊 一個到6月12日都說 政府不單止要通過這條條例 還要盡快通過 否則就會影響政府的管治權威 那個叫做葉劉淑言 這兩個人有共通點 一個發夢做特首 但每次都不能入閘 因為西環不理他 西環嫌你欺臭 不讓你入閘 一個叫做湯家驊 很想有投名狀 透過這條的逃犯條例 希望有一條投名狀立到公 就有機會先做律政司司長 再做特首 於是這兩個人都依然死產 葉劉說 為何要我辭職 這條不是惡法 是被人妖魔法 湯家驊就說 十一個 如果我辭職 這就是極不負責任的風氣 就等於承認了虛假的指控 根本就是你堆砌虛假的事實 來誣蔑公眾人物 然後就要求我們認錯辭職 首先 即是表示你們認為這條條例就沒有錯 如果因為這條條例沒有錯 那是不是應該 繼續吧 繼續去叫政府推行這條條例 只不過你要多些解釋 盡好你本分 尤其是你兩位有法律知識 和政治知識的人 是要多些下街 那你們不是 那現在這條條例又要暫緩 跟著你們又有條條條例 是應該繼續推行 那是怎樣呢 你有沒有辭職 辭職不做行政會議來示威呢 反過來 他們應該是迫使林鄭下台 為社會公義 為台灣的死者家人 這麼偉大 林鄭在這裏移世太太 又說受終正寢 就是 他應該出來譴責林鄭 為何受終正寢 說了很多次 台灣本來可以用國際刑警 搞糕 你香港政府死都不肯 根本你香港政府 才是真正包庇殺人兇手的殺人政權 跟著田北俊和四位自由黨民意主席 都踢爆了 張宇仁說謊 他6月9日自由黨發聲明 就撐條例 張宇仁說沒有人反對 現在連鍾國斌都說 其實是有保留的 那你張宇仁二十元張 你死定了 四大民意主席 包括劉建宇 田北俊都對勾你的時候 你就回去狠狠 二十元張 這樣賤價 甚至連產價 加多兩天你都不肯的 真是賤賭 還有董建華出來廢話 即是學生董建華他這些 你守不住你老爸的基業 敗壞你老爸的公司 賣了公司 拿回幾百億 你就享清福了 你有幾百億 出來獻世幹甚麼 你想指三道四 然後陳建波又想挑起文憤 就說立法會現在應該用書面傳閱 去表決撥款 首先為甚麼人會反對書面傳閱呢 因為任何條例 應該要給所有議員表達自己的意見 讓市民聽到議員的聲音 社會又充分討論 然後議員才再表決 應該是通過或者反對 所以你書面當然不行 你又想刺激多些人上街呢 再看一張圖 今次終於有一些成績了 話說這個屯門居議會 今天就達成共識 說會取消屯門公園治愈區 首先星期日就有光復屯門 星期六 昨天就有整班人繼續去光復屯門公園 那這位阿叔呢 懂得跳這些霹靂舞 嘻嘻嘻 我不是很色的 我真的懂得跳舞 黃狗射了這樣 不要笑阿叔 一副老骨頭跳到這樣 算OK的 不過 首先你唱歌也好 你想叫街也好 這些東西是私人地方做 在室內做 即一個基本概念 公眾地方 即好像那個珠珠麥說 公眾地方 你要叫街坊就叫 私人地方 你搞清楚 你按鐘仔 按鐘仔 你叫街出火你就按鐘仔 你不要在公眾地方做 或者夜總會 不是在公園的 你老鼠 你唱歌 可以 你整班人唯唯唯自己聽 願意聽就過來聽 不是逼人聽你的噪音 混家產 如果公園沒有人 你自己一個在那裡唱 那沒有人來 是吧 但是你有其他人在 嚇生小孩 如果其他人出聲 說你很吵 那你也要收聲 然後你很色情的跳 然後又會弄到鬼五眼六成 昨天 阿佐敦頭髮那樣款 會嚇生小孩 魚難切嗎 不是 三個十五天都魚難切 反了眼 全身來 真的瘋狂 其實當日 星期六的大媽去哪裡 去中環 我記得在中環 悼念完烏小姐之後 都有跟隨大隊 一起觀察一下 那些大媽怎樣被人掃牆 那馬上就全部撿東西走了 那時候還有十幾檔 幾乎 十幾檔 十幾檔 就開心了 多日去中環 好 再播一下何韻詩那條片 歌手何韻詩接受國際組織邀請 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發言 期間中國代表兩度試圖掌 何韻詩說香港的民主和人權 正是受到嚴重攻擊 其後中國代表說他的發言 挑戰一個中國原則 違法聯合國憲章 要求大會裁決 副主席亞斯佩隆德 只是提醒他要留意相關原則 他說北京對港人的很多承諾 都沒有兌現 香港的自治一漸蠶食 中風代表其後 再次提出程序性動議 說他的發言用了侮辱性語言 亞斯佩隆德提醒何韻詩留意相關規定 他索結的時候要求聯合國召開緊急會議保護港人 多謝M1超級留言 不過有時看不清楚 可能有些名字我讀漏了 多多包涵 剛剛屯門對這件事 建制派都終於要跪低了 證明沒有抗爭哪有改變 因為這件事 民生事務你終於要跪低 會不會牽涉到逃犯條例 或者林鄭的去留 鄭若驊的去留 甚至暴動的定義 會不會 即是今天他不肯跪 之後會有跪低 第五節先去分析 因為要分析習近平 分析整個中共裏面的形勢 何韻詩在聯合國發言 你看堂堂大國 多沒有自信 要打斷人的發言 這些小孩子行徑 這些小學家 又被全世界見到你很失禮 真的這麼失禮 下一節我們繼續 下一節就講一點 比較感性一點 準備定位紙巾 對 對 對 說話 即是我們都七十後 發覺原來真是很大的距離 嗯 我們現在才可以聽到真正年輕人的想法 他們在想什麼 昨天 三點前 我們覺得是一個局來的 被他們衝擊立法會 很多人因為這樣 卻暴不出去 甚至乎在這裡 嘩他們呢 對 很簡單 很容易 說人家是暴徒 很簡單 很容易 直到我聽到有些人說 比六七暴動 這次我已經覺得 我要走出來了 我原本想不出來 因為真是辛苦 二百萬人又跟我出來 昨天我也要再出來一次 他不可以被那些人代表我們 他們做了的事是不對 是過分 這是我們的看法 我喜歡聽到剛才他們的看法 原來是有很大的分別 我們可以不贊成他們的做法 但是他們是跟我們一條路的 我們不可以跟他們分割 如果我們覺得他們做得不對 我們要包容他們 幫他們做他們那一份 你們覺得他們這種衝擊方法是過分 不對的 我們用回我們 我們認為對的理性 我們有我們做 我們是很輕鬆的 出去遊行幾個小時 是不是 你也是放假才出來 但是他們呢 日以繼夜 日以繼夜 坐在那裡 你去吧 我們很簡單 可以隨便說一句 他們很暴力 與我們無關 不是的 不能分割 大家都是為了一個理念 才出來 只不過是我們不明白 去想什麼 最終剛才聽完 我們明白了 因為畫面只是看到行為 但是聽不到他們的心聲 沒錯 聽了他們的心聲 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大家的分別是這麼大的 最大的分別是什麼 可不可以說一句 最大的分別就是 你們覺得他做錯 要譴責他 那麼市民 令到有這麼多人上街 而他都認了自己的失當 一次 200萬 兩次 200萬 那麼他的行為是否實當 他是否令到這些事情發生 但是為什麼他什麼事都沒有 誰暴力 第三次回來 先多謝嚴刺機 和玉仲曹的超級留言 另外Chase說得很對 兩分鐘而已 兩分鐘就發現 你所謂強國 就是Marvis說的 強持奪理之國 都要打斷他兩次 你是心虛 自卑 還是你野蠻 跟著祖利安說 大媽玩自摸 就嚇到小孩 人流言 對人流言 今次終於有一些成績 你對於強國聯合國的行為 是否覺得是丟人眼眼 根本已經全世界看在眼裡 聯合國廢已經是一個事實 有很多事情包括南海等 我們之後再說 聯合國判了 但沒有能力去執行 現在開會 被人說話 你害怕別人 會說出真相 說你做錯了的事 挖你的倉花 那些藍絲經常說 如果你走得正 站得正 怕甚麼就被人說 就是這樣的情況 他就只怕被人說 剛才何韻詩的新聞 漏了一個很重要的項目 沒有說 最後何韻詩說一句很重要的話 應該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要開會 屌你老母 要將中共的除名 要將他那個 屌你老母 美國佬1971年做好事 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入聯合國 你何時撥亂反正 所以我想說一件事 那些藝人 經常說很害怕 待會你說錯甚麼 被中共封殺打壓 何韻詩這個人版 反過來 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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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世界這個地方 被人撤除 你老母 不是那些人 為人民主人權 以奮鬥發聲的人 被人打壓 應該是共匯集團被人打壓 對不對 何韻詩今次很勇敢 他因為是被大陸不斷封殺 對 他隨時香港 那些柴仔又不讓你幹 他就很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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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支持他父親 支持他父親 支持他父親 因為我們曾經在MHC 找過他 有時在法國也見過兩三次 買了他的書 他好像借了給亨利 他還沒還 亨利快還還書 不用 因為我都看完了 寫得不錯 不知道今年 我看見何韻詩 我很勇敢地和他拍了一張照片 雖然因為一嶺女 我就很勇敢 我記得有一次 他笑周曙峰被人踢爆了 那時候我問有沒有搞錯 大家雖然 抗爭的路線有些分別 都不要這樣笑人 人家被人打 但你看到今次 真的對何韻詩是非常勇敢 是一定要給他100個like 他和黃耀明 葉德閑 很多次 江田真人的江田真人 尼勇恩 周慧傑的陳佳倫 非常感謝大家 我最近見到一篇訪問 訪問了一位化名叫阿文 當日有份進去立法會 他是這樣說 對著傳媒 他說第一 他沒有後悔 他說因為他進去 就預了和衝擊者一樣受到刑責 又覺悟 為何他進去呢 因為他希望他們不會感到孤單 就和剛才電話那位七十後 一樣 是終於有覺悟了 他說其實我進去不是想破壞 我要掩護其他人 因為閉路電視會拍下我們 多個人就可以分散注意力 阿文甚至是女生 他說他理解 應該有兩位受訪問者 另外一位女受訪問者 他理解政府未必可以滿足示威者 所有的訴求 但是如果去達穩 或者願意去研究一兩項的訴求 不去追究示威者刑責 釋出善意 其實示威者就會服氣些了 因為你香港人是好意管治的 你想想你香港人 幾萬元一呎樓 你都不反抗的 排二三十年都沒有 你都不會反抗的 然後 每一百五個來 你都逆來順受的時候 香港人那種抵壓力 是全世界最強的 是全世界最易管治的豬 你都可以搞到一群豬出來作反 政府是神經病 能人所不能 你都變狠態 全世界哪能忍受最厲害的貧富懸殊 煙尼是最高 又是香港 拋離人數十條街 樓價是高到拋離人數十條街 而工資原來不是的 福利原來又非常低 權利甚至沒有 投票權有都等於沒有 你想想 是這麼卑微 這麼卑賤 基本的公民權利就沒有 壞就不停交 然後叫政府派錢 派四千元 都搞到鬼五十六 依然都不作反 喂 這麼好的市民 政府不珍惜 還要欺負他們 你是不是瘋狂線 另外又多謝Marco White 和鄧木魯的超級留言 然後他們繼續這樣說 剛剛有另外兩位人士說 其實一充立法會 民意就會逆轉 不過這樣 我雖然對你們的行為 打爆玻璃 不是完全同意 但我們不應該阻止 因為大家目標是一致 我們應該要互相理解 甚至他說 先破壞後建設也沒有問題 就好像現在香港他一樣 他說 前面的人進去是不會出來的 進去是有刑責 進不進去你自己衡量 但當人進去 我們就不要割席 不能灰 是要支持的 他這樣說 我們在最前面 如果不進去 的話 後面的人就不敢進去 所以我們要帶頭進去 等人進去都覺得安心 因為多些人自然有安全感 甚至他們說 其實我進去是希望要擋住警察 當黑警清場的時候 我就被同伴先走 你說是多偉大 是個個都真的意識你 明知是會坐牢 明知其實他不是想搞破壞 是想保護一些同伴 想讓同伴感覺到他不孤單 是有人支持你 是有人理解你 縱使他未必同意 這些就是偉大的香港人 和康政我想說一下一樣 就是 同樣的精神 你在哪裏 第二度會見到 我們會在美軍 會見到 嘩 有收頭彈頂過來 二戰那些會怎樣做 撲過去攬著收頭彈 不想同伴中收頭彈 會撲過去找個身去擋 見到有人賴在後面的時候 無論是生還是死都好 死都要抬一條絲回去鄉下 一定要這樣做 我們見到這班年輕人正在做的事情 不好意思說一句 如果在另一個時空 他們是一班軍人 是一班軍紀非常嚴明 非常好的軍人 還有另外一件事 他們進去 我們經常都很強調一件事 就是 他們進去 他們是破壞 但破壞得來是有文路的 譬如說 以前的立法會主席 有一些畫像 黃人發他們沒有事 九七前那些 之後那些 被人打爛又有 噴東西又有 他們做的事情 是有一個詞語 我很想多番跟大家強調的 就是 各自 他們是有一個認識 他們進去不是 不是瘋狂 不是 對眼紅了 然後就要消夜 就要打 全部 每一個動作 他們是有 有用過腦去想過 去分析過 每一步 他們都會有分析 會有想 會有想後果 會想是不是應該這樣去做 你看些氣水都知道 大家 這個就是 暴徒和一個 不是暴徒的分別 就是在於覺知 等於 有條片 不知道你們之前有沒有播過 沒有一個小妹 她說 出了海 然後 最棒的那條片 就是有對話 看多少次都哭 記者 一起 看多少次都哭 這個就是 阻你安港 那些 美關那些 就是這樣 看到有同輩 還未走得 說 你老母是否也要捉他回來 大哥 我理得他是不是死了 怎樣也要捉他先 不是 一隊人來一隊人離開 這就是安全 隱藏 那些正常 永遠離開 是呀 就是這樣的意思 你平常情操 你想想香港 你不要說 隨時會被抓 十年八年間 你會馬上走 才不會進去 同樣的事情 發生在藍絲身上 你想想會怎樣 如果 立刻說 你想想香港人他們怎樣 一賓鮑魚就不停跑 立刻不理你這同伴 你跑慢一點也不理你 如果知道會出事 自己是有機會會被人打 立刻先走 但你這幫口中 所謂暴徒的年輕人 是這麼偉大 不是為了自己 是為了公家 是為了社會 是為了我們的將來 全家屬 而隨時可以被判十年八年 還要抹黑他們 這幫人是不是人 你不了解他們的心態 是因為你出現 是因為你不願意面對現實 大家在討論 究竟是四位烈士 還是五位烈士 第五位 就是在灣仔 星期五 就吊頸自殺 網上有消息說 他是支持反送中 家人說他感情自殺 很多新聞說死因無可疑 所以是否第五位算不算是呢 都要經過更加多嚴謹去審查 可能要找一些他認識的人 無論怎樣都好 一條人命 無論你什麼原因去自殺 都非常可惜 明天會有麥小姐的悼念會 在愛點寶廣場 明天會做節目 我也會去 另外 很感謝Joey和LakaTako的 接著留言 我讀了一篇文 這篇文是麥小姐的朋友寫的 是由雍培通寫的 他說來生 我們依然是最好的朋友 他說在7月3日的下午 我接到一通的電話 他說你當天早上 你離開了我們 在桌上放了遺書和幾封信 那一封信 原來你寫給我 之後就聯絡我 他說收到通知之後 我就立即去到現場 在床上很矮的桌子 放了兩張紙 眼罩和新的鹽水 相機和信件 在兩張紙上 是清清楚了 留下了你最大的遺言 你表達了清晰的政治訴求 不是民選的政府 是不會回應訴求 你一直都很愛香港 你一直都很關注各種社會議題 在遺書裡 你提到 對於改變不了現狀 你感到很無力 絕望到令人很窒息 先無奈選擇走上這條絕路 再次強調 我不希望有其他人去仿效 在他家人同意之下 我選擇公開 希望更多的人 可以得失他這條信息 我相信 這是他最大的遺願 香港政府 你知不知道你奪走了 我們香港人多少東西 你是多無恥 多冷血無情 先拿走我們希望 再奪走我們的人命 你敢不感受到那種痛入心非的感覺 我其實現在坦白 我有少許口震 我情緒都很激動 這篇問我再而三個去看 其實真的很激動 香港政府 你不要再裝傻裝懵了 不要再推卸責任了 問題是你自己 你們是始作勇者 只要你們是繼續用傲視的態度去執政 絕望是不會消失的 真真正正可以阻止年輕人絕望 阻止年輕人走上絕路 是你們香港政府 我們可以做的 就是代替這位密小姐 我的好朋友 去走完他未走完的路 完成餘下的抗爭 那我林康正加兩句 所以接下來 任何的抗爭 你去到就出去 所以對於七月一號 為何我做這個Live 我是那麼傷心 只有五十五萬人 甚至其實九龍遊行的人數 其實我都有點失望 是否大家就收貨呢 是否大家看不到幾條人命 是你犧牲呢 是人命來的 還有全部是二十幾歲 三十幾歲 最年輕是本身 大把前度可以做老師 有穩定收入的勞同學 只有二十一歲 而死了之後 他們是繼續被藍絲 冷嘲熱縫 甚至說收錢去跳樓 收錢去跳樓 作為爭取民主 或者很簡單 作為珍惜生命的人 是否要出來 不要怕流行 不要怕辛苦 不要怕有很多事情會失去 可能打少幾日機 可能有些時間 你本身可以去追女 追兒子 你不能去 但要想一下 別人是賺一條命 我們沒有他的決心 但最少希望 最基本 走出來 在網上 把真相說出來 傳媒寧願報幾塊玻璃爛了 牆上有很多屠鴉 都不去報幾條人命的真相 主流傳媒不報 甚至要冤枉勞同學 是為了感情而自殺 而第五位的死者 究竟是否因為反送中 都無從稽考 或者是有得稽考 但被人去淹沒了真相 烏小姐 麥小姐的新聞 甚至沒有人報 只有網上傳媒 麥小姐 那句說話 革命是唯一出路的遺言 都被人刪除了 你看一下我們香港人 這樣的時候 你都不奮起反抗 那再等我什麼時候 你想被人欺負到什麼時候 講諸 除了我們現在已經有五條人命 和很多受傷的人 或者政治檢控之外 另外有一個很極度 十分之最 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原因 為什麼一定要贏 為什麼一定要贏 為什麼都一定要贏 原因就是 因為現在全世界都在看著我們 全世界都在看著我們 現在我們香港 我們想也好 不想也好 我們已經在一個自由世界 和一個奴隸的世界 極權的世界 架戰的戰場上 我們是在最前線 我們不能輸 這一仗 不只是為了香港人 不只是為了我們 年輕人的未來 全世界都在看著 唯一令到幾位死者安息 就是贏這場仗 而就算在全世界看著 在時機策略上 都是最好的時間 他繼續寫 這條路很長 有我撐住你 有你撐住我 每個人都很情緒 但記住找出口 我們是一個都不能少 我們要和冷血無情 麻木不仁的政權 一直抗爭下去 希望在來生 我們依然是最好的朋友 但願你在另一個世界 會有自由 沒有煩惱 繼續做一個我認識你 常常掛著少龍的你 我掛著你 另外 今天林鄭月娥出來了 今早做 第一 對於所謂五大訴求 她只是說 所謂的條例是壽終正枕 對於追究開槍責任 她說其實監警會是會查 監警會才是最符合社會利益 至於撤回暴動定性 她又寫一波 就說這是盧偉聰說的部分示威者 言論者不關她的事 釋放被捕人士 她說這是違反法治精神 我不能干預這些調查檢控工作 那你不叫律政司出來說 因為是律政司負責的 至於她叫我下台 其實她有熱誠和承擔為港人服務 希望大家給我機會 給我空間 說到尾 林鄭是說什麼 就堅拒去讓步 是不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不肯回應有市民死鑑 去迴避有市民跳樓自盡 因為政府逼死人的問題 是繼續冷血無情 不管有人去死 然後將暴動定義 就推卸給盧偉聰 將釋放被捕人士 就推卸給鄭若驊 不肯下台 死都不肯說撤回兩隻字 甚至是不肯和解 因為連國公道歉都是沒有的 只是想不同的藉口 希望大家繼續讓她去做特首 讓自己不用下台 說到尾 整個所謂回應 就要繼續做特首 戀賺權威 戀賺權威 所以民陣說你 為了面子 你想犧牲多少人 胡志偉說你 一日林鄭 不肯回應訴求 示威者 只會更堅毅 郭家琦這樣說 林鄭不下台 壽終正寢的是香港 郭家琦比較沉氣 比較簡單的 廣東話翻譯 十隻字 她就說完了 就是 林鄭不仆街 就全香港仆街 很簡單 不是你死 我忙 你再看看 譬如 絕食了 超過 差不多一百三十幾小時的診白 她說她絕食 現在就是 非常之慘 對金鐘六位絕食的長者 我們只是想幫年輕人做事 我們感到光榮 你可以再見到 接下來21日在將軍澳集會 在TVB 有網上方麗娜 很多人都提醒 因為那裡是死位 地勢的問題 如果警察要突刺人 甚至放出彈 你不能走 你要振援 看城的車又很疏 你開車又不容易 因為很偏僻 而且她設定很多部落 她一分了環保大道 你們便玩完 大家都可以看看 如果你問我 如果最後她取消活動 或者更改策略 當然就最好 如果她不取消 我們都希望多 盡量她自己 都會去看現場環境 希望幫到多少 她就幫 也要報導現實 因為第一 你在現場拍攝情況 報導事實 就是等到黑警 不可以肆無忌憚 我們再看一段影片 講一下在林鄭政府之下 香港人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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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為什麼要出來 其實也是因為 香港這邊發生了這些事情 然後政府一直都不回應 然後對於國內來說的話 它完全是封閉式的 還沒有人知道 剛才我發傳單 她以為是不讓他們來購物 我就知道你是國內來的 那就是不讓我們來購物嗎 不是 不是 而是香港人要自由發文犯 所以是送中票 因為 因為在 在香港 有自由 對 因為在 你控制了嗎 你控制了嗎 你控制了自由嗎 可想而知 他們是對香港所發生的 這一個多月 這個事情 他們是一點都不知道的 所以 我覺得 就是說 作為一個人 你要是知道 世界上面發生的事情 就是你鄰近的香港 你既然來這裡購物 你要知道香港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香港人民是為了 追求自己的自由 追求自己的人權 那麼 作為在國內的人 中國人 他應該也要有自由 這是基本的人權 但是 為什麼現在 大家已經 對這些事情麻木了呢 這個東西 是要值得大家深思的 也要考慮的 因為大家完全跟背景不同 因為我們 基本上 在香港150年 可以說是 受西方的教育 西方的思想 但是在中國內地 封閉了差不多 70年 80年 所以他也不會理解 我們香港人 現在這樣做 而我們香港人 也很難去理解 為什麼他們 可以接受這樣的生意 就是 這個東西 每個人都有 每個人的看法 對不對 在我看來 這種行為 是很瘋狂的 因為 這種情況 應該不應該這樣出現 對不對 就是 它是一個政府 就是你對 對政府要有敬畏之心 他們 他們其實怎麼說呢 有現在的政府 才有你現在的生活 對不對 所以你對他們 要有敬畏之心 我們是要尊重他們 但是也要視乎政府 應 尊不尊重他們的人 香港是一個 很開放的地方 你留的都是中國人的血液 怎麼會不是中國人呢 也許 也許你的 你的長輩就是 就是 也許就是大陸的人 對不對 怎麼說呢 香港是大陸的一部分 我相信 大家都能解決好 希望你都可以有一個 open mind 去考慮的事情 就是不要太快 震住一個 conclusion 覺得 就是 有人聚在一起 就是一個壞事 因為一個 進步的地方 是要靠大家 互相去 就是 英文說 就是大家去brainstorm 去 去有些磨擦 這樣的話 才可以有新的東西出來 可以有進步 做人是應該要思考的 一味的 你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面 你一味的就是 麻木的 就是只是為了金錢而生活 人生沒有意義 其實在於內地生活的人 難道他們都不知道嗎 知道的 只是位於他的權威 不敢發生 也有人用生命去換取自由 但是只能喚醒誰呢 睡著的人你是患不醒的 他假睡嗎 就是生活在大陸 就是給人長期去洗腦的結果 要敬衛 要敬衛政權 其實是要政權敬衛 因為你才是政權的老闆 政權就是公僕 是他服務你 你不要搞錯 基本的事都搞錯 而且 你都流著中國人的血 為何很多人 包括你的長輩 是流著中國人的血 在土改 在文革 在宿反 在三反 五反 反右 在整風運動 是被你們殺殺殺 奸奸奸 打打打 很多愛國的文化人士 田康 老舍 最後下場是怎樣 有些被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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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雷的下場也又是怎樣 而且廣西吃人肉 你看看 你看看 你說 流血液的時候 你不問問中共政權 你那些統治者 都要流中國人的血 為何你忍心去殺中國人 你忍心這樣對著李旺陽 忍心去軟禁樓下 忍心劉曉波有癌症 都不讓他醫治 去到他快要死 的時候 先所謂 要放一放你出來 去做騷 你不問這些事 喏 我們下一節 會繼續去講 講一下連儂牆 那些事情 隨便 會停止 就能承認